有极多优点和广大用途的无线电池发明 完全归功于鬼联摩马尔空尼的直觉和坚毅的横行 这个发明家是使用无线电传发的先驱者 全世界都为他这项伟大的发现而崇敬他 如果我们观察目前世界已到达了高度进展的电子电信系统 会感觉到第一次使用无线电只在1895年真是不可置信 波罗尼亚是个以学术文明的古城 这个带有拱廊的街道和许多中世纪教堂充满了荣耀的城市 不但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的所在地 也是意大利伟人之一马尔空尼的诞生地 它诞生在波罗尼亚城 它诞生的那座道下还存在 就在VIA 4 SEPTEMBRE 7号 我还记得我们常去Pontecho乡间度假 这儿有马尔空尼基金会 也是马尔空尼安眠之处 他的父亲叫Joseppe 母亲安女士是阿尔兰人 是他父亲的续弦 会联盟的是最小的儿子 他还有三个哥哥 其中一个是父亲与去世的前妻的儿子 后来一家人搬到Glifoni别墅住 这栋别墅在优美的Pontecho丘陵上 距离波罗尼亚城约15公里 夏天我们在Pontecho度假时 从古仓的窗子 年轻的马尔空尼 就想传发信号了 他在学校并不很用功 可是对物理 电力 磁力 极其特别用途方面 显示了他特别的天赋 他的父亲认为 他浪费精力与时间 在无用的发明上 自从海洋学院入学考试未成功后 他要更多的时间专心研究 由Henry Hayes发现的磁波 同时也继续发展 由聪明的奥古索里基教授 开始研究而未完成的原理 他把克里凤尼别墅顶楼的实验室 关掉以后 单独一个人继续努力研究了好几个月 他利用Henry Hayes的发泡机 和利己以四个金属球体制成的电花系做实验 想发现在空中以波传送的神秘 他全神贯注 连慈母为他准备的食物 也原封不动地忘了吃 不利己教授毫不动心 父亲也百般刁难 更使他努力研究 马尔空尼已经能在几米的距离内发信号了 只是这项发现虽然很有意思 但无实际用途 除非他能验食 无限电波可以超过山丘的自然障碍 他的兄弟Alfonso 带着一架珍贵的接收机 扛着一支枪来到当地的一个龙人家 他在那儿等待 只要试验一成功 他就放枪通知他兄弟 如果从这台发泡机发出的信号 能使在Ponteco山丘里的一个铃响起来 信息传达系统将展开以无线电传播的新时代了 起作用了 起作用了 马尔空铃声信 他轻耳听到在山间里回响的铃声将会波及全世界 通过当地一个教室和他的家庭医生的帮助 马尔空尼把他这项新发现呈现给意大利政府 经过几个月焦急的期待后 意大利政府谢绝了他的呈现 于是他就转向一个与他有血统关系的国家 而且在1896年 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 明智的马尔空尼认为 他这项发明在轮船与陆地之间的通讯上会有极大用途 年轻的马尔空尼首先将无线电报做专利注册 在1897年7月获得专利权 通过他的英国级表兄 马尔空尼与一位电工技术工程师 Mr. Campbell Swint会面 这位工程师写了一封介绍信 让他与英国邮政首席工程师William Priest会面 马尔空尼把他的发明 在Pris面前做了实际示范 Pris对他的印象极佳 这项实验成功后 Pris在Saucebury平原上 为他在军队前安排了一连串的实验 在Stonehenge的阴影中出现了一项非常神秘的事情 在观众眼前从古老的岩石间发出了一些信号 这些信号在空中传送 由4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接收信号 于是在广大的国际观众前 使距离9英里的Bristor运河两岸获得通讯联系后 马尔空尼的理论博得广大群众的赞同 成为国际注目的人物 一家米兰银行提议付出30万里拉来买下他的发明 父亲以申请他的发明 就聪拥他接受银行的提议 建议他购置克里凤里别墅四周的财产 本来谢绝发明的祖国 现在也张开双臂欢迎他 母亲安很自豪地多次陪同他出席正式会谈 马尔空尼曾因国王与王后的邀请 在他们之前示范他的实验 被召见之后 意大利海军成为世界上最早装备了 马尔空尼无线电通讯系统者 当马尔空尼回到伦敦时 从各地纷纷飘来订货 为了满足大量的订货要求 他在Charmsford购买了一栋饮荒汇的仓房 把它改成一个制作无线电装备的工厂 就在这个工厂制造 并使之商业化第一套马尔空尼无线电装备 稍后马尔空尼在White岛上装置了 第一个海岸无线电站 不久后就能与韩行的床枝 及周围约20英里的无线电站保持联系 在这儿KV勋爵付款发出第一封电报 使Victoria旅王与Galas王子能保持联系 全世界的报纸都刊登Kingston滑船比赛 以无线电报导的消息 认为新闻界展开了一个新时代 第二年马尔空尼在利用无线电在美国长体 报道美国杯世界帆船赛 也是一项野心勃勃计划的种子 它想使美国与英国间能以无线电联系 1900年马尔空尼终于解决了 可以电话发声传送的宽平带 如何能精确地调节的问题 并做了47号专利注册 自从解决了接收上的问题后 无线电通讯系统成为海运公司 极端重要的装备 如果说海上安全问题 促使马尔空尼改善这项发明 使它更完美 那么海运公司使用无线电通讯系统 更能鼓励它们向更遥远的目标航行 德国商船Kaiser Hans Disgrosser 是第一艘船有马尔空尼专备的商船 在几年之间 无线电联系系统成为与船只或船之间联系不可少的装备 虽然当时在无线电通讯方面已有其他公司营业 但极大多数的海运公司都安装马尔空尼设备 使用马尔空尼工作人员 马尔空尼深信无线电波随着电球的曲线传送 它不同意其他科学家的理论 它们认为无线电波已直线传播 所以马尔空尼深信有可能直接将无线电波通过大西洋 联系英国与美国 它选择了遥远的在Conovalia的Pueville城和美国CAPCO的两地做试验 并在这两地安装了巨大的天线 以400根电缆阶层导致锥形 挂钩在一些高约200英尺的木柱上 这些新而极强大的无线电站 不论是体积、成本、复杂的结构上 都超过任何其他装备 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 不幸得很 列峰把大西洋两岸的木柱全部摧毁 马尔空尼无动于衷 正静地重新在在CAPCO的安装木柱 他将天线改成较简单 开始等待命中注定的大日子 他自己还记得 那是12月12号上午 全部都已准备就绪 12点30分 我听到从海洋另一岸Poge传来微弱的信号 在New Franklin时间12点半 马尔空尼听到独特的摩尔斯电马 滴滴滴三声 他就在本子上记下12点30分 这项杰出的成果 虽然很多科学家抱怀疑的态度 并且站在与马尔空尼对立的立场 但世界上一般人都为马尔空尼的成功鼓掌 菲勒德菲轮船终于证实了试验的成功 因为轮船收到了陆在摩尔斯平台一些不可置信的 从2000英米以外 Konovalia-Poge传的汽船发出的信号 马尔空尼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他的航海画报成为旅行者生活的重要部分 马尔空尼经常不断地维持轮船与无线电站制的通讯系统 帮助逮捕逃犯 Poge传本来建有巨大的天线 一直到1934年都还使用 世界上许多有名望的人曾在这儿参观过 发布过Galas王子 1905年马尔空尼与他的父亲一样 与一位阿尔兰新教徒 Inskri勋爵与勋爵夫人的女儿 Beatrice O'Brien结婚 结婚初恋与家人住在Glansville 后来迁到Konavalia住 1912年他的业务扩展到全世界 于是在Charmesville都建造了新厂 目前这座楼房仍是马尔空尼公司使用 罗尔空尼本来计划成泰泰尼克号轮船坐他的首航 幸亏他决定提前出发 乘路易斯丹拉号游轮驻航 在纽约停泊时 听到泰坦尼克号轮船撞冰山的不幸消息 在泰坦尼克船上的无线电报 马尔空尼无线电报物员继续不断地拯救了无数生命 但很明显地在实际和程序上有标准化的必要 马尔空尼的梦想是能每次都传发信号来拯救生命 马尔空尼曾是意大利军队的军官 被派任巡查及赶梁无线电活动站 后来他成为意大利海军军官 他曾在英国装备了一系列的无线电侧向站 使得国空袭时遭到了不少的损失 战争快结束时 马尔空尼改良他的无线电传身系统 是史BBC广播公司首次播音时的六大公司之一 马尔空尼在Charlesford的装备 是Nelly Melva女士在广告后第一个节目内表演 电晶体无线电是马尔空尼在向前迈进 电晶体无线电是马尔空尼在向前迈进 也是传播到每个家庭的一种新的教育和娱乐系统 他的游艇装备得像个水上实验室 以研究新的通讯方法和无线电法航行 这些实验很对 因为只有在大海中才能有短波和极短波的经验 使马尔空尼激动的情形就是他能继续做科学性的实验 马尔空尼于1927年解除婚约后 与一位美丽的意大利女郎 玛利亚克里斯蒂娜·伯西斯卡里结婚 她是房地纲贵族的女儿 结婚后他们的女儿 玛利亚·Eletra Elena Anna 于1930年在Civita Vecchia 由帕切尼红衣主教洗礼 帕切尼红衣主教后来成为Pio十二世教宗 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女侯爵记得一件历史性的事迹 于1930年在热泪瓦海湾他们的Eletra游艇上 她的丈夫传送一电报脉冲 点燃了澳大利亚雪梨城的电灯 我还记得是十一点钟 我还在床舱内呢 她按下一个按钮 同时并从雪梨传来了人生说 一切顺利 那正是长久准备工作的成果 真使大家心满意 女儿Eletra还记得 人们对她著名的父亲非常感兴趣 当我们下游艇到陆地上去散步时 人们好奇地聚集在一起 并以特别的眼光看我父亲 那么我自然知道我有个伟大的父亲 1931年马尔空尼设计并总监防地缸无线电转播中心 安装了从防地缸城和教宗下级雨所间的微波电话系统 由教宗辟友第十一世揭幕 马尔空尼请教宗说话 我极荣幸地宣布 过几分钟以后 教宗为防地缸无线电广播台节目 电波将通过空中 将宗教和平信息和祝福传送到全世界 上帝帮助我 得以准备这一个仪器 使世界上所有的信徒能听到教宗的信息 再一次 我们不可以不对他善用他的经历 表示十分感激 而且再一次我们要恭贺他 1935年 马尔空尼在Frascati山丘上 研究雷达的基本原理及其用途 当地的人民以为他发明了时光 其实马尔空尼最快乐的时光 是在他的Eletra游停实验室内做实验 在那段时间内 从世界各地及许多大学 都受给他荣誉与公认他的成果 他的晚年因健康问题受苦 这个伟大的梦想家 于1937年7月19日去世 国葬时 全世界及全国都为他表示沉痛的哀悼 国葬时 而不只要多多名的呼籲, 我們會有關的光臨的聲音 我們會有任何人之間的 理由是在這天下的相關 很像的記憶和歷史 這個小明星的文化 的現代表現代表現 25年1974年, 互相互生互相互生 就在它开始了第一次微弱的火花 波罗里亚大学的科学家 仍既往开来地达成 只有像它这个梦想家能想象的目的 他们继续不断地研究 正代表着他们对天才马尔空尼 无顺便的先驱者应有的记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